昨日我们讲到 黑水猿蛇趁着黄鸟 刚刚飞到另一边树枝稍微休息一休息的时候 他知道呢 如果现在不发力就没机会了 愈是昂着蛇头 盼进自己全身力气 忽然间向着天帝宝库里一撞 一声 天帝宝库这个地方虽然神奇 也有上古神明的力量保护 但是毕竟一来 这波奇树的连月已经太久远 二来呢 刚才神鸟和这只魔兽这场剧战 一鸟一蛇的力量都是非常巨大的 黄鸟虽然为了保天帝保护 但是跟黑水猿蛇搏斗的时候 有时它也撥起了巨峰 和嘴狠狠地撞下来那一刻 不时呢 也不会措手打进那波奇树上面 黑水猿蛇更加日后暗几回 就用蛇身蛇头猛地撞天帝宝库的石门 在这只神鸟和奇兽的连番撞击之下 天帝宝库里面那股神奇的力量 终于也支撑不住 开始崩溃 最后在黑水猿蛇剧烈的一撞之下 那道石门终于一声巨响之后 被它夹硬撞开 几乎在同时 天帝就负责守卫天帝保护的黄鸟 狂怒着向这边冲过来 上翼一拍 煽起一股龙卷风 向着黑水猿蛇席卷过去 飞沙走石之间 众人只听着黑水猿蛇 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哭 胜音都不知多么凄厉 似乎在黄鸟这个盘力一击之中 受到什么巨大的伤害 但是 就是这一鸟一寿 再一次剧烈的力量操当之下 砰一声 天帝保护的树身 当堂裂开了两个大拢 里面的一切 也清清楚楚地 浮燃在众人面前 而在这个时候 在天帝保护里面 一直闪耀着的金光 随着石门 砰地被人一撞撞开 当堂迅速暗淡 然后慢慢消失 黑水猿蛇和黄鸟都不顾得打了 同时倒下头向下面一望 在这两头的巨兽面前 巨大的天帝保护 都像十鸟仔的玩具一样 只见尘土飞扬之间 天帝保护里面 有两个人影 凉凉凉凉凉凉凉的站在你身上 只是鬼离和陆书旗 而一直都怕在鬼离肩膊头的小灰 这个时候 在这次剧烈的撞击之下 已经在肩膊头的跌下来 你一个木台下边 用手紧紧地揽住那条木柱 用它来稳定着自己的身形 看来黑水原舍不顾一切的撞击之下 刚才天帝保护里面的情形 一定不是好好过 只是看鬼离和陆书旗 面色都微微有点苍白 但都还算镇定 但那只猴子小灰 就已经吓得面无猴子色 嘴里面 嘀嘀嘀嘀嘀嘀 一路就叫他不停 最先镇定下来 他是鬼离 他定眼一看周围的环境 哎呀 当同身一阵 只见在无遮无尘的天帝保护的两边 各自一头大到不可思议的巨羞 虎视眈眈 杀起藤的望着这里 哎呀 不用说了 你两头巨兽呢 肯定是钉着这个地方 这里绝对是不好所在来的 但都没等他作出什么反应 黑水元蛇 已经望见天帝保护里面那座木台 甚至木台上面 木杯放着那杯透明的液体 你背 就是黑水元蛇 要不顾一切地 抢夺的天帝保护来的 一见到你背 黑水元蛇的蛇眼里面 当同是射出贪男的光芒 然后不会一切地 呼 巨大的蛇头冲下来 向着那杯液体直冲下去 但是黄廟怎么会袖手旁观呢 一声青少 那个尼嘴也跟着刀了下来 两头巨兽同时发威 鬼丽和鹿雪旗的道行虽然高 但是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也只能够架起自己的法宝 迅速飘开 不过鬼丽刚刚一飞起 突然间的声音一阵 他听到身后传来 嘖嘖嘖嘖一阵的叫声 本来拍自己肩膀的小灰 原来现在 还躲在木台下边 抱着木柱 怕得不懂得动 哎呀 他没有跟上来 这个时候 鬼丽的性格其实已经变了很多 甚至有人说 他已经变得冷酷无情 跟以前那个张小凡 大不相同 不过 对于其他东西 他是冷酷了很多 但是对小灰的感情 他是依然那么深厚 一听到小灰的叫声 当下想都不想 就想重新回转去接小灰 怎知他稍微一停 黄丽一声呼啸 跟黑水玄蛇打在一起 相亦一阵 一股狂风涌过来 居然将鬼丽和陆书奇 硬硬地吹了出去 鬼丽的心很急 但是黄丽这一线的力量 何等巨大 他身不由己地 都被这风吹得很远很远 很不容易才控制着自己的身影 但是这个时候 离开那个树干已经有成几十脏转 鬼丽周身尾头 他年动口血 身下清光大胜 马上又加着细运棒 调穿头 飞了回去 这个时候 黄丽和黑水玄蛇之间的争斗已经接近百月化了 黑水玄蛇的目标很明显 就是要抢备这杯灵养 但是黄丽当然不让他得逞了 所以也不再飞 就是停在树干上面 两头巨羞 围着那个木杯木台咬泥削去 在对方威力的笼罩之下 大家一时间都没办法接近那杯灵养 小灰这个时候一直都躲在木台下面 开始的时候他有点害怕 但是漸漸发现 这两只大只衰 在自己头壳顶那里拼命地打泥打去 又没下泥 于是透透地 伸出个猴子头看看 发现本来龙丽木杯周围那片光芒 随着天帝宝库的倒塌也都消失不见 于是他索性慢慢爬到木台上面 担高头看看 只见到半空之上 蛇头雀头的剁泥咬去 打到忽翼落苦 发现之间 有一些巨大的蛇身上的轮片 和那些羽毛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猴子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得这么厉害 眨眨眼 躲低头看看 见到身边的木杯里面 诶 果然有杯水 又拍出自己的样子 他记得戳啊 而且 在杯水的表面 还有一粒石仔浮在上面 哈 粒石仔真是怪了 居然不沉下去 而且整粒是晶瑩剔透 都不知道是肉啊 还是石来的 小灰向木杯望了几眼 他突然间觉得有点口渴 索性就趴到上面 猴子只是把頭伸進木杯裡,一口一口喝著木杯裡的液體, 三時間,整個天地都好像靜了, 只是聽著這些有些滑稽的猴子的喝水聲。 那小杯的液體有多少呢? 小杯三爬兩下,很快就喝完了, 然後擔高頭,四邊看著看,在盤空之中, 黑水原蛇又擺一擺頭,似乎還沒反應過來, 又擔高頭,看著對面的死對頭黃鳥看著眼, 黃鳥這個時候也呆勢地看著小杯,又看著看黑水原蛇, 接著,咖咖咖咖,又是一下個怪聲, 黑水原蛇和黃鳥同時看著,見到剩下的石仔也挺有趣, 於是,就將它撿上去,一拋就拋進自己嘴裡, 然後好像咬花生米一樣,咖咖咖咖咖, 很快就將它咬碎,滑一聲地吞下去。 忽然之間,只聽著一聲咆哮,一聲吏笑, 黑水原蛇和黃鳥都一齊發瘋狂, 蛇頭、雀嘴,一齊就向著這隻可憐的猴子, 一攻攻到尾,小杯真是大驚失色, 連頭頂的猴子都嚇到樹勢起來, 但是,這個時候,它只是在一個小小的木台之上, 點酒點鼻才行,嚇到它全身軟了, 當堂雙手握著那個猴子,就在一個木台上面, 整隻攤在那裡,都不懂得站起來。 眼看著小灰,就已死在這兩頭巨獸的夾弓之下。 在那個黑不容法的瞬間,忽然之一度青光飛過來, 正是鬼勵全力趕到,它伸手一手就將小灰拿起, 然後盤盡全力向前面急飛。 他們剛剛離開了木台,就聽到一聲巨響, 整座天地寶庫,剩下來的所有建築都灰飛煙滅。 黑水源在樹幹上面大聲咆哮, 雖然在陸地上,它可以說是所向無敵, 但對於飛在半空中的敵人是無計可思的, 叫了半人,始終都沒有辦法, 加上沒有了靈藥,又有自己的仇敵在樹, 直到再在那裡逗留下去, 只會撞得拿來壞。 於是,很憤怒地轉身, 就慢慢順著巨樹爬回去, 很快也消失在迷霧當中。 但是,鬼跟小灰的危機卻未過, 黑水源蛇雖然走了, 但是還有一隻雙翼翼展, 聽說可以飛得九天八萬里的神獸王鳥, 現在正是趴著翼翼一齊, 在後面緊緊地追過來。 鬼賴這個時候, 額頭都飄出冷汗, 尤其知道, 輪速到自己點都比不上王鳥。 不過幸好, 剛才和黑水源蛇的一場劇鬥, 王鳥已經受了重傷, 體力損耗了不少。 以來, 王鳥雖然飛得快, 但是身軀龐大, 鬼賴相比之下, 身形細小很多, 在半空中不斷急速轉彎, 所以, 才沒有那麼容易被王鳥追上。 但是王鳥畢竟是一頭神獸, 很快, 他終於也追上來了, 怕起鬼賴肩頭的小灰, 見到王鳥越追越近, 音樂嚇到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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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急速地叫上來, 怎知叫得兩聲嘖嘖嘖, 不知道是否剛才喝得飽, 還是那顆石仔吃得急呢, 黑居然這個時候, 他打了個腮衣, 鬼賴又真是又好生氣又好笑, 但是這個時候都想不到那麼多, 只能拼命躲避背後的王鳥。 飛飛一下, 他眼過的魚光, 突然發現, 在前面有一片花圃, 和周圍一片狼直相比, 啊, 居然很不同, 你一片花圃的鮮花非常繁茂, 自己隱隱若若, 還有一點點的洪邦泛起, 這些洪邦很熟悉, 就像當日, 自己還在青雲門下, 在東海的樓波山上, 鬼王發動那個震法, 來噴著那頭奇收攜牛的時候, 那些洪邦是一模一樣的, 鬼來失眠一陣, 暫眼之間, 他已經看清這些是什麼東西來了, 但怎麼都想不到, 鬼王明明說, 是要由自己全權處理, 這個死亡沼澤去面的寶物的事情, 為什麼他忽然又來了呢? 而來到這裏, 為什麼不告訴自己呢? 他心裏不敢一陣懷疑, 但這個時候已經是生死關頭, 也都不到他想那麼多, 於是, 馬上就向著那片紅光直飛過去, 王明明在後面緊緊追趕, 就像鬼妮用盡全力, 整身化成一團青光, 在那邊花圃直追過去的時候, 王明明已經追近了, 他的利爪幾乎已經抓到鬼妮的背上, 但是, 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變故發生, 在煽化下面, 突然間升起到處的紅光, 在高空之中, 更加取出一隻通體泛紅的古頂, 正是鬼王中的陣中祈補伏龍頂。 此見一個人, 在樹林裡飛出, 落在伏龍頂之上, 口裡連連有詞, 正是鬼王。 那些神秘的咒語, 又一次回蕩響起, 同時, 青龍幽姬, 亦都出現在花圃旁邊, 雙手連連揮動。 斬眼之間, 在伏龍頂神秘莫測的靈力吹動之下, 噴龍缺發陣, 再次發動了, 紅光直卷而上, 連成一片。 這道紅色的光幕, 全部都匯聚到高空的伏龍頂上, 將黃鳥硬地噴在一個用紅光組成的鳥籠之中。 黃鳥雖然不肯束手就擒, 拼命地把身體撞在那片紅光上面, 但是, 可能是跟黑水元蛇劇鬥之後, 消耗了太多的體力。 而且這個困龍缺發陣, 亦都是發力很強盛, 撞了幾下, 黃鳥就知道無論如何都衝不出去, 反而比那些神秘的反鎮之力, 震到他的傷勢更加重。 終於, 黃鳥就發出一聲哀鳴, 停在紅色的光幕之中, 不再動。 鬼王一聲長笑, 在伏龍頂上跳下來, 而鬼賴也慢慢落在他身邊, 青龍右肌也站住渦來, 鬼賴揍一揍眉頭, 他看著鬼王, 鬼王卻微微一笑, 擺一擺手說, 這裏的事, 我們翻轉頭再說, 然後, 他輕輕指著, 遠處的髮相和六處其幾個人。 哈哈哈哈, 你說一下, 我們怎麼處置這幾個人呢? 鬼賴聽到當同全身一陣, 他見到鬼王的笑容雖然和諒, 但眼光之中晶光閃閃, 有些冰爛的感覺, 只是隱藏在他雙眼之內。 這時, 髮相那四個人, 還在那棵巨樹的樹桿上面。 這時, 他們的注意力, 也顯然集中在鬼王中這幾個人身上。 髮相看著這幾個人, 不斷皺起了眉頭。 當年在東海樓波山, 和後來的青雲山一戰之後, 他已經見識過這幾個人。 鬼王中宗主的鬼王, 和他兩個得力的手下, 青龍和周姬, 再加上, 現在已經甘非識比的鬼賴。 照道理來說, 他們的實力, 比自己這邊已經怨勝很多了。 可惜, 在見到這棵棋樹之後, 在分叉口上面, 自己就和蕭日財, 以及奔向那個李宣燕和他們, 分開搜殺。 要不然, 大家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雖然未必可以打得贏這四個人, 不過始終也有一定的力量。 現在不要說打, 就算是想走, 在這幾個人面前, 憑著自己現在四個人的實力, 恐怕都未必走得掉。 但是, 鬼王中這邊, 似乎也沒有馬上要動手的意思。 鬼王對眼, 只是緊緊地釘着鬼賴。 鬼賴想一想就說, 既然宗主你來到這些樹, 一切的事, 當然都由宗主決斷。 鬼王的面色, 一切變法都沒有。 不過, 嘴角, 他又掛著一絲的笑容說, 當人們出發死亡沼沼沼的時候, 我就說過, 你的樹一切的事情由你作主。 我和青龍有機林這樹, 也只是為了銀杆這隻黃點。 你四個正道中人, 還是由你來作主。 你想點就點? 屁! 忽然間, 一聲冷冷的哼聲, 非常不似地前面傳過來。 眾人向前一看, 只見林京與面色如雙, 冷冷地說, 邪魔妖道, 夠膽上來決一四戰, 在這亂說廿四, 算什麼英雄啊? 這句說話一出, 青龍和幼姬兩個人面色都不敢一點。 反而鬼王, 將他很平和地望著一眼林京與, 另轉頭, 笑笑口地對著鬼麗說, 你這個人, 好像就叫林京與, 是你那個童年時候的好朋友。 是嗎? 鬼麗聽到心震一震, 因為到今時今日, 林京與這個時候, 才正式出山, 他的名聲不是很響, 但是鬼王不知道為什麼, 竟然一眼就認出他出來, 他看著鬼王微微的笑意, 他心不敢一冷。 雖然這十年, 鬼王當正自己親生兒子那樣, 而且平時看上去, 對自己有多麼信任, 但看來, 自己過往的一切, 甚至平時的一舉一動, 他都是療如指掌的。 他沒有出聲, 看著鬼王, 鬼王也看著他, 你說呢, 應該怎麼做啊? 啊? 鬼麗看著他, 忽然很坦然的嘛。 這裏的事已經結束了, 這些人又不是舉足輕重的角色, 不用理他們的。 我們宗主, 還是先將皇鳥收拾好, 才是當務之急。 鬼王看著鬼麗, 沒有出聲, 殺死之間, 周圍都是一片安靜。 青龍眼裡, 不敢閃過一絲擔憂的神色, 在他旁邊的幽姬, 因為蒙著黑沙, 大家看不到他什麼表情。 但是幽姬的目光, 很迅速地鬼王和鬼麗身上轉一轉, 然後又向遠處看著一眼。 這一眼, 他看的, 正是四個正道中人中的綠雪旗。 他分明看見, 他在最後的綠雪旗, 臉色雖然很冰冷, 但那雙眼, 它是一直釘在鬼麗身上。 在那片冰冷的面容之下, 似乎有一種, 不會被人發覺的淡淡的關懷。 這個女子, 難道對鬼麗? 幽姬沉淡一下, 終於還伸手, 握握握青龍。 青龍會衣, 他轉頭, 望望幽姬, 唉, 喘一口氣, 終於還走到鬼王身邊說, 宗主, 我看鬼麗說得也有道理, 現在王鳥已經降伏, 我們還是先安置好他再說, 若不在死亡沼澤之內, 萬獨門和合觀派兩派的人說都在, 恐怕可能有什麼變故。 鬼王轉頭望望青龍, 點個點頭說, 你講得對, 然後雙眼之中, 晶光一閃。 既然是這樣, 你說就交給你了。 然後笑了笑, 帶上青龍和幽姬, 帶起那個困龍缺發陣, 很快就消失了。 各位, 欲之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說。 從今天的故事裏面, 我們可以猜到, 原來鬼王對鬼麗的態度和感情都是非常複雜的。 一方面, 他是心痛自己的女兒, 他知道, 那女兒正是因為, 對這個小子極度的愛戀, 才會為他肯捨棄生命。 所以, 因為痛色的女兒, 他也將自己對女兒的愛有一部分, 轉移在鬼麗的身上。 再加上, 其實他一直都很好鬼麗的資質, 所以才對她傾囊相受, 而鬼麗也都成為了自己的得力幹將。 但是同時, 亦都因為這個小子, 自己的女兒, 才搞成今天這樣, 不勝不死的局面。 所以, 在內心的深處, 他對鬼麗, 又怎會不會有些恨? 再加上鬼麗的出身, 他更加對鬼麗, 是有所防備。 可以說, 他對鬼麗, 既有慈父一樣的愛, 但是同時, 亦都有仇人一樣的恨。 既信任, 但是同時有猜忌。 你們的牛犬的平衡, 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平衡。 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平衡。